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干你什么事 你这是要拿给皇上的 反正不是拿给你的 不是 你还没有看清他的真面目吗 看清了 那你还 他的真面目可比你这死鱼也帅死了 好 李长阳 你陪我一握手 我抓了一碗生啊 双三 怎么了 陛下 从今天开始 不准让皇后进宣臣殿大门 在路上看见就当做没看见 不是 陛下 您不是刚刚去找的皇后怎么这 朕的话就是圣旨 陛下说不见娘娘 三十六计 这不是上次藏书阁 让我们还的那本书吗 真在这儿 我看看 给 第十六计 欲擒故纵 皇后娘娘您看得懂 你知道我什么都不懂啊 刚好魏太傅讲这个的时候 我没睡着 奴婢错了 奴婢不是那个意思吗 苏芳啊 干得漂亮 你又又立功了 又又又 又又立功 跟我玩欲擒故纵 男人 你又要放在外面 你自己要抱着 你还要这么开心 都要把我们的帮助约 封月 最近香罗店那边有何意读 没有 那你继续盯着 有事告诉我 是 是 这就是一个手机 风月 你家刘白玉最近干什么呢 你说她什么都不干 我反而有点不习惯了 小姐最近让我留意 皇后娘娘的一举一动 皇后娘娘 那她要有任何异动 你一定要告诉我 是 你觉得我这是为了什么呀 是为了陛下 对 我当然是为了我黄兄 黄兄和黄嫂毕竟是一体的 这刘白玉要是对小黄嫂不利 那黄兄也深受其害呀 还有啊 这个刘白玉心术不正 我真是怕她走成歪落 总之啊 我这么做 绝对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对你家小姐刘白玉一点心思都没有 你明白了吗 嗯 那行 那你明白了就先走吧 来 穿儿 母妃 你怎么来了 关注白玉呢 没有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我这是为了黄兄黄嫂 为了天下大义啊 行了吧你 还天下大义呢 总共就知道那么几个词要一九字的 哎呀 母妃 来 来 我这不是怕你想歪了吗 母妃怎么会想歪呢 母妃就是觉得呀 这白玉真挺好的 怎么看怎么好 那母妃你不觉得她心思歪吗 心思歪 好啊 心思不歪 脑子不灵 那你不觉得她嘴巴毒吗 嘴巴毒也好啊 嘴巴不毒 任人欺负 那不傻子吗 那她还蛮不讲理呢 那更好啊 要不 怎么吃得了你啊 那母妃 照你这么说 刘白玉的缺点 都是优点 那我喜欢她没问题了 当然没问题啊 真的 我说我的儿子 我最了解 你说母妃怎么会想歪呢 不不不不 母妃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想我想说的是 这 反正我不是那个意思 行行行啊 怎么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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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更鬼的 ک fem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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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他啊 对 这次绝对不会有错了 运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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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故事你 走开 你走开 走开 走开啊 走开 我的故事你没有你的 没有你 再不让我进去 我就砍死你们两个小侍卫 那两个小侍卫呢 轩狼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说吧 我来皇宫也有一段时间了 虽然之前跟你闹得些不愉快 但总体来说我还是很快活的 之前觉得你闻不能闻 捂不能捂的是个弱鸡 你之前就是这么看着呢 我都说了那是之前 现在可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说来听听 现在你考了第一名 还轻正了 背着我在皇城里跑了十几圈 那能一样吗 皇宫的菜很好吃 你多吃点 所以 你 为什么 所以我决定放弃了 放弃什么 皇宫真的很好 我在皇宫的每一天都很开心 皇宫的饭菜也很好吃 我是真的舍不得离开 但我知道你讨厌我 我这阵子一直骚扰你给你造成了困扰